大家好,在故宫五英殿陶瓷馆,有这样一件明星国宝文物,游人美美驻足观看 它就是被称之为慈母的清乾隆各种幼彩大瓶 瓷瓶高86.4厘米,口径27.4厘米,足径33厘米,喜口长径,刮邻古腹,圈足外瞥 乾隆十三年,66岁的都陶关唐英接到乾隆皇帝的旨意,负责烧制各种幼彩大瓶 此瓶气身自上而下装饰的幼、彩,打十七层之多,及各种高温低温幼彩于一身 上而下分别为瓶口炎金彩,子地法郎彩一周,蓝地法郩彩一周 仿乳又一道,进步青花蝉之花卉 仿石绿又一道,仿均又,呈现斑蓝摇变 后彩画完一圈,粉青又一道,模印皮秋花图案 平腹以济蓝柚苗金为地,其上有十二幅长方开光 分别描绘不同画面,构成器物的主体纹饰 其中六幅为写石图画,另外六幅为花样 写石图,构图饱碗,人物形象细致 锦地文士,民族,特色鲜明,自然主义倾向较强 如此复杂工艺,只有在全面掌握各种诱,采,化学性能的情况下 才能顺利完成 底部,仿歌又一道,青花一圈 画有花瓣纹的,淡绿又一道 红帝苗金彩回文一圈 仿观又一道,金将又苗金一圈 虽然乾隆爷往往被人诟病为农家乐审美 这件慈母也不免有炫技之嫌 但它仍然是我国古代瓷器制造工艺最高水平的体现